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看新聞可能會知道 區議員現在要分批宣誓 第一批就是港島區 結果成績單就出來了 有七個民主派區議員被DQ 總共有24個區議員宣誓 17個有效 政府的新聞稿就說 鑑於監製人對其餘七名區議員宣誓的有效性傳移 監製人就要求他們提供更多資料 看完資料之後 就確定他們這個宣誓是無效的 政府發言人就說 提出這個是警告來的 宣誓是有法律效力的 有法律約束力的 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嚴格遵守法定誓言 如果作出虛假宣誓 或者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 是需要承擔法律的責任的 這個是一個警告 那他們所謂的 政府新聞稿是沒有說的 但是不少媒體都有報道 例如被DQ的 灣仔區的區議會主席楊雪盈 他參加過民主派的初選 其實他有47人案裏被捕者之一 不過獲得保釋 也被起訴寸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也簽署過這個 抗爭立場聲明書 另一位就是蘇日行 民主黨的 也都參加過這個初選 除了楊雪盈 還有這個南區區議員 彭卓奇都有參加過初選 也都譬如梁柏堅 就借這個辦事處做這個初選的票站 也都是韋少曆、陳明太、黎智恩 都是這樣的 另外未宣誓那些也都有參加過類似的活動 所以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甚至已經被捕了 也都說了負面清單 就說了你借辦事處出來做初選也好 你被捕了就很清楚了 就因為你是涉及這個所謂試圖 或者串謀天覆國家政權罪 如果你借了區議員的辦事處出來 左捕說了很多 都是說有機會是犯法的 當然我不同意這就叫做犯法 初選為什麼會犯法呢 但是你去做這個遊戲的時候 這個宣誓的時候 你都知道自己在這個負面清單裡面清清楚楚 為什麼你都要去宣誓呢 這一點我是想不通的 為什麼要宣誓呢 其實你的動機是什麼呢 你的動機是想過倒關 就可以繼續做區議員 還是你想試特區政府的底線呢 我覺得又有什麼好事呢 說得清清楚楚 拉就拉了來了 也都說明你的行為是所謂觸犯了法律 為什麼要試來做什麼呢 那些民主派區議員 為什麼不索性 辭職就算數呢 為什麼要試呢 這一點我覺得是百事不得其解的 他們也沒有出來解釋 更何況剛才我舉了政府新聞稿 就說這個宣誓是有法律約束力的 如果你宣誓完之後 你叫做過關也好 今後一切的言論和行為 都會受這個誓詞的約束 換句話來說 即使你僥倖 是可以做到 即是這個過關繼續做區議員下去 但是日後 你要謹然慎幸如離 如臨心冤如你搏兵 你做區議員來做什麼呢 你又說我想服務街坊 我是民選出來的 我是民意代表來的 我做區議員 我完全覺得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為什麼不做呢 現在問題的關鍵就是 是你是民意代表來的 政府要DQ你 其實是完全不合理的 甚至是不合法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這個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 就像一個緊箍罩 金剛圈一樣 固著你的頭 你日後 即使是純粹服務街坊 你想想 區議員放場電影 放環外 周冠威導演那個 都出事了 現在又說他要追究他 他就是把這個區議員辦事處 作這個 不是區議員應有的 這個工作 或者服務範圍的東西 都動來 就是說 叫做動輒得舊 你做區議員都會動輒得舊 那你做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 這一點 我覺得是一個 很難理解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自己覺得是白癡不得其解 政府就沒有 沒有說到 為什麼要DQ他們 但是好像 建制派說 你心知肚明 也都有 不少的 這個 這個 報道 就說 為什麼要他們出什麼事 衰什麼呢 這樣 DQ的理由就是 他作出損害 或者傾向損害 基本法中 以特首為主導的政治體制秩序行為 包括 以非法手段 強迫 或威嚇特首 改變政策 議案 無差別 反對特區政府 作出的議案 並意圖要脅政府 等等 不信納他們 符合 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的 法定要求 和條件 所以 裁定他們宣誓無效 現在說 就是改了 什麼 以脅迫的手段 或者說 損害 或者傾向損害 以特首為主導的 政治體制秩序行為 就說47人案 這個初選案 但是 不只是這個初選案 什麼叫做協逼的手段 什麼叫做 無差別反對特區政府 提出的議案 就是47人案告的內容 就是說他是顛覆政府 什麼叫做意圖損害呢 就是你批評林鄭 說他 容碌無能 抗疫不力 那算不算是意圖損害 以特首為主導的政治體制 我就不知道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繼續做下去的意義 大家要想一下 在哪裡 就是說 我純粹服務街坊 我不搞政治 其實 所謂服務街坊 都一樣有機會 會違反國安法 你看看 黃店也有機會 違反國安法 何況你做區議員 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 為什麼要做 完全不明白 當然我不想 所謂brain the victim 你區議員 這一班 是民意代表的 沒有理由 受到指責 指責都應該 政府 因為 也沒有充足的理由 為什麼要DQ 這班 市民選出來的代表 沒有 沒有任何理由 但我覺得 在這個局的底下 所謂從政高危的行為 都是要三思 你今天沒有事 不是等於明天沒有事 你僥倖過關 不是等於將來不DQ 你過關 你繼續做區議員 隨時說你的言論和後衛 都是違反誓言 繼續會面對刑事的檢控 我覺得這麼高危的行業 為什麼要留下來呢 其中一個被DQ的 就是民主黨的中委 蘇逸行 大家知道 他一直堅持主張參選合法會 李永達 就是這個 民主黨的副主席 突然之間離開香港 去了英國之後 蘇逸行就在社交媒體那裏 就叫人衝 自己鬆 就是勸勸李永達 引起這個民主黨內部 譬如 尹兆堅那些 叫他做契弟 就是不點名 就罵他 引起民主黨的內戰 但是這位 很想參選 參選 恨到流了口水 他就說 還有人想留下 要繼續嘗試任何方法 繼續走下去 這位 蘇逸行 很想參選 但是最後都被DQ 這就發映到兩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一直都在 他自己很想參選 就是叫做 放了聲 對不起 選不到你 選不到你 不是你啊 中央屬意那個不是你啊 建制屬意那個不是你啊 你啊 不是想找你啊 你 寸李永達也沒用啊 立不了功啊 一樣DQ 第二 那些所謂中間人啊 那些建制派啊 左派出來說 喂 你民主黨啊 你不參選啊 違反國安法啊 參選啊 完全杯葛這個選舉 將來都永遠 永遠這個黨都參不了選的啦 永遠被DQ的啦 你夠膽你就這樣做 這個這樣的說法呢 我覺得是 破了產 即是連民主黨很想參選的 這位中央 蘇逸行你都DQ了 他自然參選不了立法會的啦 換句話來說 究竟他是不是想民主黨參選 他可能想過 想過 不想啊 免得煩 敵志願 代表了全國民主派的算數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民主黨還恨什麼呢 9月來了 他們開會 開會完大會了 還恨什麼參選 蘇逸行 還有什麼方法繼續走下去啊 你退黨都保不了平安 現在就DQ了 你自己想想 我覺得呢 這些拋眉眼的做法呢 想有人追求你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 很失禮啊 很噁心 做些事情做什麼呢 你從政 有少少封骨 腰骨 比較硬一點 好嗎 不要動一點就跪下 跪下也不會有人要理的 這一點 尤其是民主派的從政者 你變成敵志願 你就很該灰 黃澄志 你就很嚴重了 現在就DQ了這些 有一個消息出來 其實都很值得說的 有線報道的 有線新聞報道的 是怎麼說呢 這個對我來說 一點意外都沒有 政府現在檢討區議會的組成 初步就要修例了 要改制了 第一個可能的方向 就將18個區議會 就變成10個區議會 縮小了 選舉方式呢 現在就是隻抽的 單議席 單票制的 政府現在就想過三個方案 這三個方案呢 全部都是 圍住滴水不漏的方案 一個比一個嚴密的 其他一個方案呢 就是說 由一半議席 變成雙議席單票制 可能建制派就容易贏了 另一半做什麼呢 另一半就是委任 委任什麼人 分區委員會 防火滅罪等 那些委員會 用那些透過間接選舉 產生 這個Cable報道 這就是第一個方案 寬鬆方案 寬鬆方案 一個就是 雙議席單票制 然後一半就是用間接選舉 第二個方案呢 一半議席呢 就改為雙議席單票制 另一半由政府委任 大家知道了 董建華的年代 突然之間 將全民主的區議會 部分委任 已經被人騎到飛起了 後來才改回全部是選舉 產生 現在呢 再倒退回 一半委任 一半就是 這個 雙議席單票制 第三個方案呢 就是全部由政府委任 回到殖民地的年代 還早些 全部由政府委任 哪個方案才是 真實的呢 哪個方案才是 政府屬意的呢 我問問徐英偉 這位文政事務局局長 他說呢 過去都提過了 地區行政發展的方向 要檢討的 暫時沒有新的安排可以交代 目前首要的工作呢 處理區議員宣誓 那就是說是啦 就是會檢討啦 究竟是稍為寬鬆的 還是中間的 就是選舉的 另一半委任的 或者全部委任呢 沒有人知道 那就看一下那個風頭 就是看一下那個形勢是怎樣 那我就說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你宣誓來做什麼 繼續捱下去 那麽短的時間 區議會的任期 做什麼 很多人都覺得原則問題 我們是 任期是未完的 四年的 突然之間不做 對不起選民 我同意這個說法 但是整個大局來講 你宣了一世又如何 給我的感覺就是 你多次一句 甚至有些自取其辱的 我不會動輒 我不會動輒 動些 說別人什麼 戀斬啊 貪過那份工 很容易做什麼 這份工 不過這是政治判斷的問題 你是想自己 拜拜 比較瀟灑地 離開啊 還是別人用DQ的方法 趕你走呢 這一點很重要 如果區議會 將來會淪落到 又有委任啊 又有什麼間選啊 等等的時候 我覺得區議會這個遊戲 絕對不應該繼續玩下去 甚至香港這個選舉 這個遊戲 也都是不應該繼續玩下去 為什麼要自取其辱呢 為什麼要一層一層過關 本來就由選民提名已經可以了 又要去選委員會找提名 要去黑球他們的選票 然後又有資格審查 然後又跟著下來 即使入了閘的時候 能不能夠有機會當選 跟著下來 當選了之後 會不會被DQ 一層一層的關卡 那四年的任期裏面 做區議員 都會沒有這個政治風險 那做來做什麼呢 從個角度來看 即使你很聽話也好 區議員 區議會也不是一個政權機關也好 你看到政府 都很害怕啊 這些叫做有資源給你 亦都可以給代表市民發聲的一個平台 這班有民意基礎的區議員 怕你提出異議聲音 所以用這個方法越走越保守 你會見到政權機關 包括立法會 選舉委員會等等 政府的官員 全部都要效忠 要擁護 一路下來 到這個區議員 效忠擁護都不夠 都要繼續 用這個所謂改造的方法 令到安全係數提高得這麼高 香港現在發展的方向就是這樣 所謂的全面管治就是這個意思 從政是變成花瓶 哪一個機關裡面 哪一個機構裡面 包括立法會 包括選委會 包括區議會 全部都一定要變成花瓶 變成他的喉舌 變成舉手機器 他就會放心 所以我也不知道民主黨在想什麼 公民黨 我想傾向都不參選 他還未開大會 在想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繼續 如果要繼續做議員 不如就不要跟他背書 簡單地說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當然人各有志 你想做就做 你要明白自己的角色最重要 你很甘心情願做花瓶 就做花瓶 不過問題就是 你做花瓶 你的過往那個黨的支持者 是不是繼續支持你 你想做花瓶都不讓你做 現在 即使你入了閘也好 都未必選到你 即使選到你也好 都可能會被DQ 何苦呢 何苦自取其辱 暫時談到這裏 我繼續支持我 非常支持我 心情有關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呢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呢 有些片呢 即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呢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或者酒店 那有些公司的規定呢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呢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你可以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呢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 很優惠的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你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